我们关心此刻就是现在 一场战争已经开打 这就是这个乌东地区 地毯轰炸是正在进行事 那俄罗斯第一次出动了 这个TUM22M3 这是一个大杀器 首次出动 把大家给惊呆了 第一次出动 那这个有多厉害呢 它可以变异 超音速的远程战略 跟海上的打击轰炸机 不得了 那乌克兰的发言人 已经开始哀嚎 俄罗斯第一次动用 对于马利波的空袭 非常非常的残忍 非常非常的野蛮 那乌克兰的总理幕僚也说 现在是第二阶段已经开始 但是要相信我们乌克兰的军队 他们非常的强大 泽伦斯基也再度呼吁 顿巴斯战役 现在进行事 规模会非常大 但是不要怕 因为我不会放弃 任何属于乌克兰的东西 除了乌东之外 乌西的利维夫再次被轰炸 为什么呢 我们请这个谢大使上来 从这个地图上跟大家讲一下 除了乌东之外 还有乌西 来地图给我 这个到底这个俄罗斯 现在这一波的第二波的轰炸 会怎样 还有出动的那个大杀器 会有多残忍 这个大杀器是这个 第一次出动 就是这个 图22MC轰炸机 这个是超音速轰炸机 大概一个小时 最可以飞2300公里 然后作战半径7000公里 因为它速度快 飞得高 所以不可能被限游 用监射性的打不下来 打不下来 所以它就是 不要像四千都没有用 而且它用的这个炸弹的磅数很大 大概1500磅到3000磅的都有 那所以这个是图22MC 是昨天大概出动 当然之前它已经有在用轰炸机了 不过这个用这个 这个是战略性的武器 第一次出动 它也是高载弹量 高载弹量 而且 所以就表示这个地方 它昨天炸的 现在这个 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 炸的都是炸马利乌波尔 那这一场第二阶段的 这个大会战 刚刚辫子们也讲了 这个拉夫罗夫亲自出来讲 说已经全面开打了 其实俄罗斯国防部 今天的新闻讲 他说昨天晚上同时用所谓的飞弹部队跟炮兵 一共攻击了非常多的巨铁 一共打击了1260个乌克兰的军事 1260个 1260个 就昨天晚上 这真的就是一个地毯式的轰炸 我觉得它是一个震撼效果 所以真的你看这个 这个泽伦斯基昨天那个表情 最难怪 对 所以这是很大的震撼 那现在这个整个的 整个的就是说 这个战线 渐渐要从马利乌波那边结束 因为马利乌波现在 已经 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署 他们现在已经用了各种炸弹 炸弹包括炸弹 火箭弹 砖地弹 还有火炮 砖地弹为什么要打这个马利乌波 因为这个工厂 它有非常强的一个 兼顾的一个地下设施 有六层楼 所以里面都是在二次大 就是说苏联时期修这个 修这个 所谓的亚述军工厂的时候 它有很强大的地下设施 所以呢 可以防核子作战 所以现在这里面 还有一千到两千个乌军在里面 那这些乌军可能有研判是 还是这个亚述营的 因为亚述营的军人 他们自己在身上有做刺青 所以他这个刺青如果被逮到的话 他可能也很难 也命运难测 所以才会用砖地弹 砖地弹就是打他们 所以现在俄罗斯的好像大杀器都出来了 大杀器就出来了 而且他现在就是说各种的这种炮兵 然后轰炸 通通都出来了 我觉得他现在有时间的压力 为什么 因为西方的援助 源源不断的进来 可是他一定是从这边进来 所以难怪他除了乌冬之外 他利维夫他也要炸 利维夫炸我觉得就是显示 就是说你们不要乱动 他之前就炸过一次 他常常炸这个地方 然后他就是要显示说 我要打你的话 我随时可以打 那么另外一种 我觉得是展示他的军事实力 好所以介大使 我们知道这个攻击事实上已经好几波了 但这次呢 这个俄罗斯可以说是整军重来 这个重来再加上他的莫斯康的 号的沉没 对于俄罗斯来讲是一个重动的打击 所以整军重来再次轰炸利维夫 轰炸马利波 跟之前应该是完全不同吧 完全不同 他本来是在这个还有维基辅 所以我们有看到他有东线 中线跟西线 三个战场 现在已经全部兵力积到 积到东线 现在我非常清楚的就是这条线 这个就是顿巴斯 顿巴斯大战 顿巴斯 现在的就是要把顿巴斯里面 还没有被俄军控制的这些土地完全掌握 这个已经是要攻城掠地 这边还是有些小小的蓝色区块 蓝色区块 这个也是 这也是还在战 这些都还不是在 还不是百分之百掌握 不是完全掌握的 那所以现在就是要在这个区块 我想他的这个战略目标 占坐的就是把乌军 要不然赶出去 要不然俘虏 要不然就全部歼灭 就全部清扫 所以难怪他们说要清扫当地的男性 对不对 整个清查一下 那除了这边之外 利维夫也是 因为俄罗斯已经讲过 所有现在这个 只要是军援乌克兰的车队 他们觉得他们都可以合法攻击 当然这个就是西方还有北约 一再强调一再警告的 如果你攻击的话 视同侵犯北约 所以利维夫已经很靠近波兰边 会不会擦枪走火 达到波兰的话 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开始吗 可能性不高 其实你仔细看北约 跟美国的警告是这样 如果说你因为要断这个 军援的后线 你攻击到北约会员国的领土的话 那他就认为是 视同对北约宣战 那问题就是说 现在如果这个车队进来 是在这个边界线以内被攻击的话 以北约现在的 它的界定的话 并不是对北约的攻击 那我想俄罗斯飞弹 我想到会非常节制 不会飞到 不会飞过乌克兰的边界 也就是说 现在只要进入乌克兰 我就不管你是谁 不管是不分 我就不管了 即使说你这个车队 驾驶里面有任何人 他都不管 不过这个事实上也是一个 本来就是目前战争就这样 在乌克兰进 他打利维夫就说 我打得到 这已经很靠近了 很靠近这个波兰边界了 那所以你的军援 如果进到乌克兰边界 事实上俄罗斯 他是可以把它摧毁的 对 但这个过程 是不是 因为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 俄罗斯又 现在的情绪 应该跟以前不一样 就大家会不会担心 有点插枪走火 你知道有的时候 很多世界大战插枪走火 插枪走火 现在就是变成就是说 如果下一步 现在如果 乌克兰得到了西方 长城攻击的 远程攻击武器 他来攻击俄罗斯的境内的话 这个事情就会 另外一个层面 这个贝尔戈尔德 这个是俄罗斯的一个边境城市 昨天他们的市长已经出来说 有他们的城市有受到攻击 有一个人受伤 所以俄罗斯非常重视着 你现在 他可以打你乌克兰 你乌克兰不能打俄罗斯 你如果打的话 事实上的话就是升级 现在这个300英里的战线 也就是在这个顿巴斯内部 他们现在外面的报导是 全线开打 是整个面的打 而不是说几个点 之前第一次打的时候 还稍微 我的时候还稍微手下留情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当地那时候水电还没有完全断 有这个人道走廊 但是第二波的攻击 加上我一再要强调 莫斯科号的沉默 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普丁的面子拉不下来 俄罗斯战斗民族的面子也拉不下来 所以这波的攻击 大家可以想见 就是现在 导播我们不是有乌克兰时间吗 现在是全线开打 300英里 地毯式的轰炸 所以就等于是说马力波 大家想象就是把它打成一个鬼城 马力波大概很快就打下来了 打下来它可以撤出12个战斗群 每一个战斗群 是大概700到900个人 所以马力波它打完以后 它可能就有差不多 一万名的战斗 再投入现在顿巴斯的战斗 可是顿巴斯目前各界的 有关军力的部署 我综合了一下 俄军跟顿巴斯民兵20万人 乌军10万人 所以这一场是全线 300英里的全线开战 所以这次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我们在地球上 很罕见上看到一场 这么大规模的战争 二战结束之后 地表上大概最惨烈的一场大战 大概就在这里 好 谢谢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 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